大家好,欢迎来到功夫者,受广大吸引区爱好者的邀请,我今天给大家讲一讲, 河北吸引区溯源,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,这是吸引区的祖师,森圈李老农先生。 李老农自能染,又命李飞宇,李老农,直立森州,抖望庄冲人, 生于清千龙六十年,1795年,始于清光绪七年,1881年,终于87岁。 李老农先生在37岁的时候,在三西七线,小开冲拜带龙邦律师,学习了带死行义权。 十年一成,西走江湖,随带二农先生保镖, 获取了太庄山刘家债债债主,名正了北京、三西、河北、河南四省。 道光二十五年,1845年, 五十一岁的李老农呢,在带死信义权基础上, 吸收住权之长,结合道家的内担公, 融入拼生武术世界, 隔顶创新, 提连荣住, 并三拆时为基本权架, 把原十大兴扩为十二兴, 将侧胜工部变为快充部, 注入家解禁与烫劲的创帝区, 领席一群。 五十五岁的时候, 被亲王一星, 这个一星呢, 是张小兰的秃弟, 推荐给道光荒地, 标也席一群。 老农先生呢, 当时在荒宫里, 炫烦般的转了一圈, 市民大带高手分别导向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, 被道光荒地市民申圈的称号, 也就是申圈李老人, 申圈这两个字, 是道光荒地所赐, 他的徒弟当中呢, 最出面的, 最著名的, 有八个人, 一个是赫街的张小兰, 大姓的班其渊, 深州的郭佣生, 刘其兰, 李太和, 这个李太和呢, 是李老人的儿子, 满屁的宋世荣, 太古的陈一宅, 还有七州的张苏德, 这八个人呢, 号称新一八大弟子, 也有个叫新一八大家, 今天呢, 我们重点介绍一下, 张小兰先生, 所穿的这次新一群, 张小兰先生, 所穿的这次新一群呢, 叫南帝张氏新一群, 河北南帝张氏新一群, 是中国的, 圈中之一, 是张小兰, 也叫刘小兰先生所穿, 后来呢, 由他的第一代的弟子, 花北三三, 刘威三, 杨复三, 六龙三, 党人继承发展满散, 已经成为一整套, 完整系统科学的武术体系, 风格独特, 特色显明, 底潘境, 温入潘石, 深入蹄肚, 落地生根, 耐力强悍, 鸡身狗爵, 发境击毒, 烫尖如绝地风, 进入三月, 洞石门虎, 圈架周密严谨, 圈属于三体市为母市, 营佐为母权, 积极性, 养生性相对异商, 河北南电, 藏西一群呢, 以河北人秋南里电, 和宝定为风星, 才能遍及河北三多, 河南, 台湾等地, 这个照片就是, 南电, 赵日新一群的宗师, 张晓兰先生, 画像, 张晓兰先生呢, 是, 我们, 现在, 现在属于河北人秋市, 南丽地冲人, 在清朝的时候, 他属于直立和监, 南丽地冲人, 出生于清朝, 贾庆二十四年, 也就是一八一九年, 死于薛孔元年, 一九零九年, 中年九十一岁, 张晓兰先生, 幼年的时候, 虽呢, 巴基犬名师, 松天理先生, 学习这个, 巴基犬, 这个功夫呢, 极为的精聪, 缺中应用者, 法术, 也第七从属, 贺赏交际, 如而细, 满满一根, 达到了巴基的, 最高的几届, 一八四年, 二十二岁的, 张晓兰先生, 到三西, 经商, 遇到了林朗兰先生, 二人, 比斯林凡记忆, 觉得老嫩先生, 身躯离变, 或离或河, 三秒摩扯, 自己据称法而不能变, 法无所死, 虽被老嫩先生, 去西医去哪, 在老嫩先生的, 言传生效下, 张晓兰先生, 细心领悟, 近十年间演练, 得以大声, 达到了, 圈无圈, 亦无意, 无意只动, 四真意的几件, 一次啊, 张晓兰先生, 在一个大厅当中, 演练这个西医圈的母圈, 赢足, 直接他慢慢悠悠, 无声无息的, 一步一步的, 抓过去, 并没有什么出气的地方, 可脚下的方砖, 却都, 一块一块都被踩碎了, 往前啊, 抓一两帐后, 他, 黎毛当上主一回声, 子一众就挥到了原地, 脚呢, 刚刚落地, 又摊出一两帐远, 近乎如植布机上的锁地一样, 子天一跳黑影, 往来看起人心, 轻如红玉, 重入三月, 快入季风, 站在一旁看人呀, 个个都惊得, 瞠目皆舍, 耸露他, 在其所著的全义书中, 义书中是这样记述的, 刘晓兰先生, 信息全俗, 幽念练八里拳, 功夫即聪, 注意了啊, 大伙儿注意了, 记到四个字, 功夫即聪, 后一个拜, 黎能染先生为师, 黎能染就是黎老门先生, 研究信息全书, 教授萌徒最多, 这小的先生, 在八大地址当中, 在八大地址当中, 他都突入地址最多, 到了, 两票, 小的先生, 在八大地址入手, 上车就在八大地址做好, 在八大地址当中, 上车到五个都来又在三氏, 在六个都来的江湾,